食物他懂 你就可以用塑造行為 再來捕捉行為 食物拿出來 比如說你的骨碗拿出來之後 那他聞一下 欸他愛吃 你看他往後養 往後養 他本來會這樣 往後養 欸坐好 坐好 坐好 坐下來 坐好 他往後養之後 他自己坐著 比如說你家講坐下 還是你拿食物出來 他坐下了 這是捕捉行為了 他自己坐下了 你就給他吃了 然後知道說 欸 坐下 就有個吃 齁 這個單字 那不會坐下的咧 我等下會跟你講 你怎麼壓他 哇塞 他就是站著 因為他沒有安全感 他就不做 就是不做 我教你 我等一下會教你怎麼 大家 用你的 外力 對這邊 其實這邊 有一個肌肉 這裡 按下去之後 他就會痠了 像我們這邊有沒有 按下去 就會痠痛 那不會傷害到他 但是 再怎麼頑固的狗 這邊 這邊有一個 嘿嘿嘿嘿 有個骨頭有沒有 你看他開始在不按 你看 好了好了 我現在就不按他 滑下來之後 欸 滑下來之後 欸 肋骨的後面 肋骨的最後 最後一根肋骨的後面 這邊有個肌肉 你不要 不是壓哦 不是壓哦 是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 這邊有肌肉 他就會痠 痠 他就坐下去了 坐下去之後 趕快給他吃的 捕捉行為 有沒有 塑造行為 塑造行為 之後 捕捉行為 你要記得 教小朋友 他們也都不懂 你跟他講那麼多話 他們不懂 但是我們大人就跟他講 欸欸欸坐 欸欸 不要亂動 我們加上語言之後 教他們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狗狗他們也一樣 像一個泰國人跟你講一大堆泰國話 你根本就聽不懂 聽不懂 聽不懂 但是泰國人會教你怎麼 拉你過來 跟你講說 我本來泰國話坐下 你怎麼講 這沒有泰國人 沒有啦 他就壓你的身體 壓你的肩膀 跟你講說 sit 椅子給你 坐下來 他就去冰箱裡面 但是有可能 你要站起來的時候 他就 嗯 生氣一下 然後那時候 欸 我想起來了 我坐好 坐好的時候 你就去冰箱裡面 打開冰箱之後 拿了一杯 拿了一罐可樂 請他喝 我跟他講 哇原來他是要請我喝可樂 那下一次 明天又過來 所以我跟男爺爺 他會講 你了你了你了 你又不過去了 然後就 嘿 那時候 你會想說 他要生氣了 你就跟著他走 他要壓 他要壓你的時候 椅子拿過來說 他壓你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欸 好像要坐下 因為昨天有坐下的功夫 坐下來那個 回憶嘛 然後就坐下 他又一樣的意思 去那個 不是廁所 去冰箱裡面 把那個可樂拿出來 打開之後 請你喝 這個點就是在你 交過也一樣 你不要跟他講的大堆什麼 我們人類的話 他根本就不懂 交的話就是 我要跟你講 欸 坐了 這邊 吃到行為了 做對了 就給他一個 那你要記得 我們現在講一個